《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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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阿弥陀佛 《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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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引导我们回向给所有众生 所以我去那边看牌位写了很多 所有的牌位都是我们关心的 不是光我们自己的 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我们回向了也不是光回向给自己的妈妈或往生者 或是因为自己有妈妈 所以回向给所有老人健康 因为自己有往生者 所以我们回向给所有往生者 都能够脱离伤恶道 往生净土 但是从这里面地藏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真理 那就是原来生命有轮回 而且这个生命的轮回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妈妈 在后面各位念到了 她的母亲不信三宝 不供养出家人 甚至毁谤出家人 这样下地狱了 另外一个母亲也是如此 甚至喜欢杀生 吃软 吃鱼软 这样堕落受苦了 所以地藏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相 特别第四品夜报差别 夜感 造什么夜就感造什么果报 这里面给我们写得非常的清楚 不孝父母 杀害生命 甚至毁谤三宝 甚至伤害出家人 会如何会如何 这个是佛陀要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因果夜报 反而在制造痛苦 所以进一步 有对自己父母的孝顺 但是父母再次又不信因果 毁谤三宝 杀生 但是也告诉我们 学地藏王菩萨如何帮助父母超度的方法 替他供养三宝 替他帮助友情 替他送地藏经 所以写了地藏经的功德利益 当然由这样最基本的发展成为 为自己的母亲发愿 广度所有众生而成佛的地藏本愿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是佛陀所要讲的 所以佛陀在天上 讲了这部地藏经 那目的呢 也要告诉所有的天人 包括佛陀的妈妈 虽然善有善报 现在升天 但是毕竟 那个只是短暂的快乐 不是就近的快乐 因为世间的金钱 世间的福报 世间的地位 等你享受完了 就像你现在很健康 健康享受完了 就是老 就是病 财富享受完了 那就是贫穷 痛苦 爱情享受完了 最后呢 孤独 没有依靠 就像现在很多人老了嘛 儿女在外面赚钱 送他去老人院 然后老伴呢 死掉了 剩下他一个人 他就要开始面对 这个生命最后的老 病 孤独 甚至又担心自己死了以后 又没办法面对 也不知道死了去哪里 但是你读完地藏经 你都知道善恶业报 轮回的道理 甚至也学会超度父母 进一步超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读地藏经的时候 就有无量无边的 我们招请来的 观心的 回向的 这些地狱到 恶鬼到 甚至地藏经里面 说的 一个灵命中的人 来自一个众生 听闻到地藏经 来自所有的佛号 菩萨的名字 乃至经典的一个句 他就可以脱离地狱 到出生道 让所有痛苦的众生都离苦 所以刚刚我在后面 有一只母猫 野猫 生了五只小猫 我在那边观察他 猫妈妈真伟大 他那个舌头 就整天都在填那五只小猫 就希望他们干净一点 他自己瘦巴巴的 瘦巴巴的 因为他要养五只小猫 却不断地 不停地 以他身上的营养母奶 给小猫吃 所以 我想人都有这个天性 它叫佛性 所以 一心一意就要让对方 弱小了痛苦了 吃得饱 睡得好 离苦 长大 那我们 佛陀又跟我们说了 第一次来 众生都是父母 所以 在六道轮回的过程 没有一个众生 不是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去孝顺众生 那你自己也得到快乐成佛 你去伤害众生 等于伤害父母 那你自己就会痛苦 来自轮回 所以 我想佛教 就要告诉我们 人是自己命运 升天下地狱的主宰 一切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 因果轮回的道理 那你就认为 反正我又没害人 我去钓鱼 我没有害人啊 我为了赚钱 但是制造了一些 不好的 那是排放 废水 我又没有害人 但事实上 你就一直在 制造自己一个不好的命运 简单的说 是我们的心态 所以佛陀最伟大的地方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就是因为你的心态 思想 引导你的行为 造业 而造成了个别 每一个众生 差别的命运 但是地上基督告诉我们 虽然一个人造了很多恶业 如果他有机会念佛 那么宝相如来 那么居留孙佛 他不但不会堕落地义 轨道出身道 他将来还可以升天 升净土成佛 所以虽然众生 无名不得不造业 但是三宝的加持 佛陀的加持 不可思议 所以读完一部地藏经 各位可能要开始开悟了 哎呀 原来 佛菩萨告诉我们 世间的苦 那我们学佛 就是要来救度 所有众生母亲 脱离轮回的痛苦 告诉他们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轮回的道路 告诉他们 皈依 持戒不思 告诉他们 学佛 发菩提心 普度众生的愿力 那希望各位 我讲的这些 各位都懂了 但是呢 如何 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 经典都有说了 当你看到一只猫 你都要这样念 念下来 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所以让他 归一三宝 他了解这个 善恶业报 六道轮回的道理 让他归一三宝 了解了 无名 贪爱 执着 造业 生死轮回的痛苦 让他 归一三宝 知道 用一个慈悲心 善良的心 智慧的心 忍辱的心 等等 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 从自己的 离苦的乐 而发菩提心 愿众生离苦的乐 为了让众生离苦的乐 而发愿成佛 那各位就 一定要背下来 在那一侧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所以你看到一只鱼 你看到一只鸟 就像我们昨天来 借助的那家 酒店 哇 外面乌鸦好多 所以 信徒包给我一个 好吃的面包 算了 不要吃了 通通不食了 在那边挣扎一下 到底是我要吃 还是要丢出去 结果还是丢出去了 哇 乌鸦来吃啊 赶快给他念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念一些咒语 希望他们吃了以后 不要再做乌鸦了 所以 我还跟我们法师说 今天法会完了 买多一点土生面包 那些乌鸦可多了 所以 不但可以跟无形的众生结缘 做作严共 乃至布施下去的时候 先念辨识咒 等一下这个吃到的这些鸟啊 乌鸦 那么还可以脱离畜生道 所以因为懂了佛法 我们人生改变了 所以虽然今天太阳很大 刚才有很多菩萨不断地在那边 加牛奶 加食物 有很多 菩萨继续买了很多食物来 制造了很多甘露 妙烟 让他们文集解脱 脱离生病 所以 食物是用金钱买来的 所以会发财 这个食物布施出去 可以让众生离开饥渴有力量 升天 所以你将来也会离开饥渴升天 为他念阿弥陀佛 希望他吃饱了 乃至个不生病了 你要师做要供 希望他往生净土 那这里面就圆满了生命的意义 原来生命的意义 在于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慈悲 虽然太阳很大 钱没有了 不失了 很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 会场里面 刚刚中午各位看到了 念一下 一千代的鱼 一千代 每人这里面 至少有十条鱼 就一万只鱼 我们让他进到会场 得到我们八万在界 所有的功德 然后呢 再送他回 他们的河流里面 自然的环境 那每一只鱼都成为三宝弟子 每一只甲鱼 身上都放光了 就等于有一万多个三宝弟子 身上带着我们大家的八万在界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 进入了大自然了 所以就像这个世界啊 多了几个出家人这边走来走去啊 那功德很大了 所以因为大家的 归三宝 发菩提心 替他忏悔 替他撒净 归三宝 发四宏四愿 为他说十二因缘法 教他发愿 念七佛如来 回向他们 将来都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学佛 各位这些道理 不是太困难 只要你稍微看一部地藏经 看一些佛教的书 你都知道了 那现在怎么样 积极的 永不退转的 让所有众生 都相信因果 都解脱轮回 都发菩提心 愿学地藏王菩萨 愿学佛陀 一样最后成佛 那就是成为 我们生命的意义 为此天天尽力 透过工作的时间 通过跟朋友聊天的时间 乃至我们的对象 不是光人 所以包括小动物 包括无形的众生 包括各位早上 都会念破地狱咒 就算不会念破地狱咒 也会回向给地狱 宋地藏经 回向给地狱道 宋地藏经 回向给恶鬼道 所以我们知道 回向的功德了 能够所作功德 都回向法界众生 超过百千万亿倍 这个回向法界众生 都成佛 你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你成佛 这个功德 天天都在增加 这个观念要注意 比如说你妈妈生病 你把功德回向你妈妈 病好起来 好像是对 问题有一个不圆满 当你妈妈病好起来以后 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记住 任何一个小小的 一个功德 一块钱的功德 像我们今天那个鱼 一只一块马币 这么大一只 那你救了一个生命 回向所有众生 同享功德 所有众生 都跟你最后成佛 那这个就是 无上的功德了 这个世间 未来多少的佛了 而且并不是说 你救十条鱼的功德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享受 那一家共善业的功德 等于今天来参加法会的 每个人都救了 八只的大甲鱼 野生的 一万只的 这些八丁鱼 也不是光你出十块钱 这些鱼合起来 几千块 每个人都共同出这个钱 这一场法会 开销有多大 租场地 放冷气 插花买食物 你一下 同享功德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想 造恶业很可怕 哇 很痛苦啊 如果我们这一千人 看到一只鸡 或猪 我们共同 看到它在杀 觉得很高兴 这个叫 共恶业 每个人都杀一只鸡 所以在一部十二华严经里面说 三个人共同杀掉一只鸡 三个人都要下地狱 这个叫共业 十个人杀 十个人都要下地狱 因为这个都有杀业 所以我们了解这种业报 我们现在创造的是一个共善业 今天各位 受八万载戒 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德 而是今天有一千个人 你等于有一千个人 八万载戒的功德 今天各位 送地藏经 不是你念一部地藏经的功德 有一千个人 今天我们等于念了一千部地藏经的功德 所以既然善业的福报那么大 所以我们要累积这个共善业 既然恶业很可怕 那我们共同的忏悔 送地藏经可以消无量的业障 八观灾界可以破除罪障 消除恒祸 永不下三恶道 相貌庄严 一切满怨 来世升天 往生净土 最后成佛 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广大心 把这个共善业 回向给所有马来西亚的人民 中国的人民 墨西哥的人民 我经常都这样写牌位 哪里发生事情 那就写整个地区的人民众生 得到功德 所以要把自己的小小的善业 变成一种大大的回向 而且他们得到功德 愿所有的人类 将来都可以归一三宝发菩提心 所有的天道来自地狱道 都可以归一三宝发菩提心 所以你这样祈愿 那些鱼将来也可以读地藏经 除了脱离上恶道 将来他就有机会读地藏经 而且他读地藏经的时候 不见得在受苦 就像佛陀讲地藏经的时候 是在天上 这些鱼呢 这些鬼道众生呢 吃到甘露 听到佛法 拿摩宝记如来 拿摩无量威德 自在光明如来 念一下 恶鬼升天 随佛升西天 这些鱼将来都可以升天 来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升天 那也能够在天上读到地藏经 所以你这样去想 哇 太棒了 人生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每个月六天 自己忏悔修情清静 下午呢 开始去跟人家聊天 把地藏经的意义告诉他 把般若心经的意义告诉他 把六道轮回的道理告诉他 对人道要给他佛法 对动物道不失食物给他 给他念佛 对鬼道不失食物超度他 对地狱道做功德 打破地狱 愿他为他念佛 永离山土生净土 所以以这样的精神 来感动天道阿修罗道 来感化人类 来帮助六道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诸佛菩萨的精神 所以三途六道 都要让他们离苦得乐 最后成佛 那这就是佛教的意义之所在 但是为了如此 那各位要很繁忙的去接触众生 不讨厌众生 但是在接触众生的过程 那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会起心动念的 你起心动念就造业了 但是各位如果把修行当作 当我在接触众生很繁忙 很容易起心动念 当作我修行的助援 那功德太大了 因为你没有面对贪嗔痴 你不知道自己的心态在哪里 你没有痛苦 那看到别人痛苦 就像各位要去帮人家祝念 帮人家祝念 你要回光返照 我也会死 我死的时候 是不是跟他一样得癌症 甚至车祸死 所以你会深信因果 你也会准备 哎呀 临终的心态要存在哪里 而且你去帮他祝念 希望他脱离三二道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原来真正有三二道 原来真实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那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那将来才可以真正成佛 帮助众生 那你要一直去思维 这个生命的道理 当然我讲这个 各位都很熟了 但是如何把它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你的家庭里面 透过了解自己 所以对别人慈悲 你曾经胃痛 哎呀 胃痛的原因是什么 头痛的原因是什么 腰痛的原因是什么 佛陀说了 贪心的人水病多 肾脏病 糖尿病 三高 所以呢 这个叫贪心的病 称心的人火大 火大心脏病 肺病 肝的问题 傲慢的人 骨头出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 你的起心动念 就会在影响你的头 眼睛 嘴巴 手 脚 骨头 一直在影响 所以我们的念头 制造我们的身心的世界 也影响了外在的世界 他们为什么会下地狱 那因为称心造恶业下地狱 他为什么做轨道 因为贪心不满足造恶业 做轨道 他为什么做动物 所以特别地藏经里面 也给我们讲 夜海 三重夜海 铁围监狱 这些都真实存在 所以鱼吃斜贱 然后呢 堕落为畜生道 但是 就哪怕是下地狱 乃至 出身凭贱 做恶鬼道 如果你懂得 念佛念法念生 懂得 读地藏经 用佛号 称佛名号品 这个称佛名号品 各位最好读手 我每次帮人家助念 我就会把称佛名号品 所有的佛号念一遍 也给家属看 你看看 地藏经说的 念这个佛 勇于山途 以后向好庄严 念这个佛 将来称佛 他家属也觉得 我好幸运 往生者 那更是很有福报 因为 我绝对相信 佛是真实语者 这个往生者 我们有机会 跟他送地藏经 乃至地藏菩萨的名号 没问题了 所以各位 这一点最重要 相信 一个灵命中的人 我们带他念阿弥陀佛 他嘴巴还跟我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下没问题了 往生净土 是必然的 品味有高低 所以我们觉得 非常有意义 所以 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的心态 如何达到圆满呢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大家都有探生吃 都会嫉妒骄傲 如果你的老公 跟别的女人讲话 你就干扣了 你自然就有一个 没办法控制的情绪 你最爱的女朋友 今天跟别的男人讲话 你也会吃醋 甚至想打他一巴掌 这样 你自然就会 就会生起这个念头 因为那怎么办呢 虽然念头是假的 所以你要赶快念佛 这一点各位记住 佛菩萨就在你起心动念 甚至想要造恶业 骂人的时候 赶快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会以他全然的力量 加持你 让你的心 可以不去造恶业 恢复到正念 不会去造口业 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教 叫念佛法门 所以刚刚你送地藏经 你有时间 你最近心情很不好 妈妈得癌症 心情很不好 你这个心情不好 不要一直维续下去 因为你维续下去 会伤害到你自己 更会伤害到你妈妈 你的妈妈现在就要给他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 好的心灵的力量 跟一个善业功德 来减低他的痛苦 所以你在那边 痛苦没有用 赶快地藏经打开 念给他听 不到你自己很有信心 很平静 我念地藏经的时候 妈妈怎么都不叫了 妈妈怎么都没苦了 哇地藏经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都知道 像我一样 我的妈妈得癌症 将近三十年前 我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他完全没有再发抖了 没有再喊痛了 对我来讲就越念越认真了 他都没有再痛了 不然呢 几分钟要痛一下 几分钟要发抖一下 几分钟要叫一下 但是你念地藏经 这么长的时间 他动都不动 平平静静了 不可思议啊 那个时候你都忘了 你脚在痛了 你都忘记要喝水了 因为你一直想要让他 保持不痛的状态 所以这一次我妈妈 又往生了 那往生了 之前我们就跟她讲 白话地藏经 让他修野藏 那白话地藏经念完了 就跟他讲 佛说阿弥陀经 让他相信轮回 不堕落上二道 让他以阿弥陀佛的信愿 随我念佛 生起一个慈悲心 就可以上平往生 所以他跟我们念佛 所以因为这两部经典 解决了我妈妈的生老病 是轮回的问题 当然这么多部经 心经 你心情不好 念心经 你头痛 念心经 你躁郁症 念心经 还不够 最好再操操心经 躁郁症 就是控制不了心的时候 慢慢操 这个心经的力量 唐太宗 还是唐玄宗 忘了 当他病了快死的时候 老百姓都没办法 大臣都没办法 玄奘法师 就把他刚翻译好的心经 亲自先念给皇帝听 皇帝一听完 所有痛苦没有 放下 往生进土了 心经的力量 所以我想各位 念佛 诵经 持咒 什么时候念 不是你没事干在念 我现在闲闲的 我来念 当然有福报 但重点是在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当我要生气的时候 当我要造恶业的时候 当我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我想要帮助对方的时候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消除所有的苦难 消除内心的贪嗔痴 又能够满怨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 看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念地藏王菩萨 你喜欢念哪一部经 所以特别各位今天诵经 我们透过卫星直播 电视直播 我刚刚看脸书 很多人一起在看 在念 我们上面给他打字幕 所以希望整个世界 整个法界 都得到我们大家持戒 发菩提心 送大秤经典 特别地藏经的功德 然后呢 来净化这个法界 来超度这些受苦的众生 所以各位你要想 哇这个佛法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因为我的妈妈 所以我变成要对整个世界的妈妈 推广地藏经了 我妈妈可以离苦超度 那所有众生都可以离苦超度 那我们现在还活着呢 我们活着就在送地藏经 就在老实的手 八弯灾界 就在广修功德 各位快不快乐 太好了 明天不用上班了 继续送地藏经 但是要上班呢 那我要去实践地藏菩萨的精神 不是要去赚钱的 大悲大怨 怀着悲心 让老板赚钱 让员工快乐 让客户快乐 我制造这些产品 是要来帮助社会进化 你怀着这个心去上班 那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而且做事情 相信因果 绝对不要做坏的 乃至伤害到 直接间接伤害到众生 乃至客户的事情 因为你读过地藏经了 进一步 透过你制造的产品 来自电脑 然后把这个因果轮回的观念 把这个成佛的观念 带进去给他们 所以我想 我们要对整个世界 生起这个最圆满的心态 大悲心 愿所有众生都离苦 那我这样说 我希望各位 多用这种思维模式 去做事情 去处理任何一个人 当然 当你碰到一点挫折 我头在痛 小心喔 头在痛 你的思想有问题 当你的思想有问题 这个夜暴就会成熟 你头就会痛 那为什么会头痛 用心机太多了 计较的人 头晕头痛 然后呢 你这个心态去害到别人 那叫脑癌了 问题就来了 所以各位 在这一点 那当你身体有反应的时候 你马上要知道 因为我最近都在研究 很多人都腰痛 很多人肚子痛 有些人妇女病 原来这个都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系 压力太大 做事情很认真 压力太大 一直想要成功 腰就出问题了 乃至呢 你被压 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压力 是你觉得你不想做 但是别人强迫你做 那你脊椎就出问题 这个脖子这边 甚至你做成功了 但是你就看不起别人 我这么大的压力 终于把事情做成功了 看不起 比你差的 那你腿骨头又出问题 原来我们的心态 要一直掌握这个 所以当你念佛 诵经持咒 恢复到一个最好的心态 谦虚 惭愧 慈悲 不执着的空性 甚至愿对方 一定要成佛的菩提心 我想各位 你爱你妈妈 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儿女 除了世间的爱 各位要发展成为佛陀的爱 我要我的父母子女 解脱成佛 那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 为了让他解脱成佛 所以我不能骂他 我要微笑 我要让他对我有很好的印象 所以我要修忍辱 修谦虚 然后呢 让他从我身上 慢慢地学到因果 而愿意归三宝 而愿意读地藏经 愿意来守戒 保护自己 愿意来布施 让自己有福报 那所有把这个功德 达到一个究竟圆满的意义 成佛度众生 又回向菩提心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那你要 不管你在家里 在公司 在社会上 你要把你的思想跟行为 引导走入一个修行 我为了让众生离苦的成佛之道 千万不要停在那个事情上 这个事情好累啊 这个事情好轻松啊 但是你的心态 到底方向在哪里 你要抓得很紧 不要被一时迷失了 现在感情很快乐 现在很有钱 现在在生病 然后就被他迷失了 到底你活着要干嘛 然后你就等着生病来吗 等着老来吗 所以那你要开始主动用你的生命 所以受邦安灾界 早上说了 告诉我们不要伤害任何众生 免得伤害自己 进一步呢 不要执着任何欲望 免得再轮回 进一步呢 学地藏王菩萨 大悲大怨 乃至下地狱 都要让地狱恶鬼道 痛苦众生离苦 为什么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对我们有恩 这个世界 外在的世界 一切存在 都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助援 都养过我们 帮助过我们 所以我们要发展这种 伟大的心态 然后呢 这个叫大乘佛教 然后融入在我们的家庭 融入在我们的社会 那这里生病也变成修行了 生病的时候 这是我的业障 我要好好忏悔 不要怪动怪兮 好好的忏悔业障 痛苦最好的功德就是 可以让你忏悔 但是我为什么会怕痛苦 原来我执着身体是我的 我有这个我执 没有这个出离心 没有空性 终于这个生病 让你相信夜报轮回 你会有惭愧心来忏悔 进一步要来得证空性 哎呀我这个身体那么痛苦 我这个心情这么痛苦 原来众生都这么痛苦啊 忧郁症 烦恼 贫穷 轮回 没有生命的方向 所以呢 我当愿所有众生 都不要有这个痛苦 希望他们的痛苦 都会来承受 我要精进的修行 以这个快乐的功德 让他们呢 能够离苦得乐 为了如此 所以愿众生都成佛 所以我也一定要成佛 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要拿这个生病 来施为空性 我要拿仅有的体力 来广修六波罗蜜 广修功德 那你这个生病好有意义啊 所以感情上的苦 肉体上的苦 金钱上的苦 你都要把它用在佛法的意义上 而不要一直是追求 哪里有医生啊 我要看病 当然要看医生 但是你要把病因找出来 心态找出来 看医生不见得会好 也不见得说不好 但是呢 他有他的因缘 但是我为什么会生病 这你要弄清楚 我的心态 我的行为 造成我的病 所以为什么会得肺癌 得乳癌 为什么呼吸器官不好 因为呢 压抑 对某事情不满 所以这种压抑 会造成伤到你自己 气不通 你想要得到的事情 得不到 腰不好 所以那你就会不断的 来这样子生灭 变化痛苦 你要把这个道理 去体悟变成佛法 体悟变成一种悲心 然后佛陀讲空性 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 包括我 包括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但是我怎么会觉得有呢 所以各位 你要把这些事情 看得很清楚 不要被无名抓住了 你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 它给你一个很快乐 很痛苦的感觉 它只是一个名字 癌症跟健康 它都是一个名字而已 对你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思维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 平常一碰到逆境 先念佛 先让自己体悟到佛陀的加持 诵经 念心经 持咒都可以 马上你会超越这个痛苦 那进一步呢 超越痛苦 平静以后 思维 痛苦的因 在哪里 所以原来是我的心态 我要去调整 原来是我的造的业 我要去忏悔 进一步呢 思维 希望我的儿子 女儿爸爸妈妈 亲戚朋友 都不要有这样子的痛苦 而要告诉他们什么方法 那我想 所有世间上的因缘 快乐痛苦 都成为你一个修学佛法 最好的机会 并不是说 我们大家来守八观灾界 来拜佛 我们才叫修行 然后等一下我们下课了 各位明天上班了 出去玩了 这跟修行没关系 你要把这边 在佛教里面学到了 在地藏经里面学到了 以及守八观灾界的体悟 所知道了 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你看 那些鱼是畜生到 我们帮他念七佛如来 念大悲众 他最后可以安详天年 不用再做鱼 以后升天升净土 那我们要 更要为所有的人念佛 更要为六道众生念佛 所以报纸打开 电视打开 有这么多动物 有这么多友情 有这么多人类 所以有时候 我会打开西方人在 这个办演唱会 哇 几百万人在那边听啊 我也会看 然后他们念得很大声 我也念得很大声 上回我在看的时候 刚好我每一个小时 师父你在看演唱会啊 我说那个是你想的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趁他来唱 我把台上那个唱的人 观想成观音菩萨 他唱得好好听啊 底下听了 大家都这样 然后呢 他们都在听 我妈你别命 都在念大悲咒 大家 就是要 你要升起悲心 你不能说 哎呦 我是念佛的 我管他在唱歌 那这样你又脱离众生了 你又失去跟众生的关联性了 你又舍弃众生了 你又为自己在修行了 他们就是不会念大悲咒 才希望在那边唱唱跳跳 他们就是不会拜佛 才在那边跳舞 这样啊 他们就不懂了心经 才会在那边打麻将 所以 哎呀 他们好可惜啊 在钓鱼杀身 所以各位你要 对他们升起悲心 所以菩萨从西方 极乐世界再来 不是住在寺庙里面 住在屠宰场 住在赌场 住在舞厅 住在地狱 因为菩萨 他要把这个空性 空性对他来讲 他已经不会被他们污染了 他要把这个不退转 这种爱众生 永不退转 用在这些造恶业的众生身上 所以看到众生造恶业 你要升起大悲心 看到自己在起心动念 升起惭愧心 处理心 但是无论如何 那各位要去一直去思维 这些道理 让我们把这些心态 化为实际的行为 然后自己最好的发愿 做地藏菩萨的分身 地藏菩萨把这个业果轮回 归一孝顺 布施 发心 那么告诉我们 这么圆满的一部经典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地藏王菩萨 推广 但是你首先要做地藏王菩萨的戒律 你要有地藏王菩萨的孝顺 愿力 慈戒 你要自己观想自己变地藏王菩萨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大乘佛教教直下承担 我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要去做地藏菩萨做的事情 你念阿弥陀佛 我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有信心 这个人往生了 给你一张牌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力量 透过我的圆满的信心跟清静心 百分之一百的展现在那些牌位 往生者身上 他不得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他愿意 至少他脱离三二道 因为你没有加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只有一种悲心 信心 清静 你原来所做的功德都在里面 你也不用强调 比如说各位今天首八万再戒 如果有机会 晚上大家去祝念 保证他至少中平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你才会觉得 非常有意义 不是晚上回家坐在家里 一直想我肚子饿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吃 到底要不要赶快睡觉 这样 那你就浪费时间了 那你应该把地藏经拿了 走 大家跟我来 去屠宰场 去殡仪馆 去需要的地方 去望阿宝 我们来为他们念地藏经 看不见 我们光念地藏菩萨 为什么 因为你充满了八观再戒 广修功德 这个自我功德力都在了 但是一心 把佛菩萨的力量 布施给他们 那各位要经常 这么去实践 就像我拿着麦克风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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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喉咙都在痛 我早上已经吼了一早上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如果能够引起一个人 哪怕一个人 就像各位等一下听完了 晚上都去卡拉OK 都去跳舞了 都舍戒了 但是我在各位的心里面 也种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善根 这个善根在将来 因缘和合的时候 你会比我精进 甚至比我早成佛了 但是我们不能去要求 你现在当下的改变 不要这样 不要要求 所以你爸爸醒的时候 都骂你 等他睡觉的时候 你在旁边念佛就好 他就会种下一个善根 他骂你是应该的 小业障 因为你过去骂他 骂到天亮 现在换你做儿子了 倒过来了 所以各位要接受夜报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 生病的时候赶快拜 我不要生病 我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哪有可能 佛陀都有病 所以我们要高兴的接受这个夜 以这个夜来修行 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夜报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经常观想自己一辈子吃素放生 结果得了癌症 我在小业障 中业情报 愿我发得愿承担众生的业 有这个福报能够来承担 所以虽然身体得癌症很痛 但是心里面靠着佛的力量 乃至思维空性的力量 能够超越 不但超越 升起一个大悲不退转 愿我将来能够像现在一样 痛得要死 却还在想帮助众生 那为了要在痛得要死 帮助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思维金刚经的 无我的空性 超越自己 那所以我想 我们行菩萨道 为什么这么尊敬地上王菩萨 他实在太伟大 太伟大 受尽所有众生轮回的苦 最后一个成佛 永远都是最后 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都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佛 所以永远是 视线成实地菩萨 他一下就可以成佛了 但他永远视线成实地菩萨 具足一切功德的 来帮助众生 却不显现佛的力量 所以那你要去 这样的去想 我们读经典 是为了这个啦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主位电视机前面的 祝大菩萨 在这里向你们祝新年快乐 去年一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家人心非常的不安 造成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动荡 在佛法来讲 这是人类的一个共略 那也可以让我们省时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夜报呢 所以说佛陀 非常的慈悲 利用这种夜报 让我们更来还省 是不是我做的不圆满了吗 是我善意做的不够了吗 是我道德修持不好了吗 这个是令我们还省的 所以说众生的正报圆满 以保彼顶圆满的 我们好好的 在新的一年 我们有新的思维 新的作为 在我们修持上 善业上 我们继续的精进 那众生的 所有一切 我们要发起菩提心 发起善恋 我们这样慈悲的心 来化解 祈求 我们世界和平 让人民 更能安乐 一切在善法的圆满之下 是世界上 居于世界和平 人类大同 这是七日可待的 在此 新年期间 大家融入在 许乐当中 我们要更生起 一个善恋 就是大众 我们来祈求 祈求我们世界和平 祈求我们对疫情 能够早日 来洗灭 愿所有众生 都生活在 善的力量 善的指引之下 大家过着非常安康吉祥 新年期间 我们也是 生命电视台 每日继续的 播着师父的华语 师父的开示 这是非常吉祥的 所以说 大家都要吉祥 那何谓吉祥呢 就是大家 要慈悲 要有智慧 要有怜悯之心 这才是大众 能够得到 无量福报的根源 您 为大众点一盏灯 大众得了 无名消除 智慧增长 善根增长 善福远远而来 为所有众生 所有世界的人民 得到控花 大家平等福报 所以说 入山保地 无量福报 新春几间 赞得 在此 来公祝 电视上 所有 一切菩萨 祝你们 牛年 继续静静 善业更成长 家庭更平安 现世更安乐 道业更成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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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到佛法 心灵的力量就起来了 听还不够 各位要求我 读诵 抄写 我这些都自己手抄出来了 然后再请他们 那印啊 我喜欢抄 然后抄 不能有一支错 错了我又重新又抄一遍 所以我不敢抄太长 然后但是自己要练习那个习惯 因为读诵 抄写 然后印给别人 讲说 这些都是 使法型 都是一种资粮 因为我认为 佛教里面最重要是一个智慧 那这个是个精髓 所以你要深入精湛 法华经的使法型 各位要 要如何去做 然后现在又印 然后到处 印经协会 印 印送很多 送给别人 带动大家 一起来读诵 所以演说 那这样 就可以累积很好的资粮 更能够利益广大众生 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